买了很多这种配件 这种小螺丝 不知道如何存放是好 其实有很多朋友也推荐这种9.9元的螺丝盒 但是这种盒子它有点关不牢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关上了 但是这个盒子中间很容易出现一个裂缝 有螺丝经常会串着跑 而且也会掉落 另外一点 它的收纳空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我们的螺丝是非常大的零部件 放在里面并不合适 既然我们有三列打印机 完全可以自己DIY来制作螺丝盒 今天我就要来分享 使用三列打印机最适合的螺丝盒 如果我们在网上搜索三列打印螺丝盒 是可以找到非常多丰富的螺丝盒的 比如我手上这一个就特别结实 是三列打印制作的 看一下每一个格子也可以自定义设置 但是这个盒子它的重量接近400克了 成本非常的贵 而且它不能给它翻过来 一旦翻过来 这些螺丝就会到另外的口 所以我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款非常不错的螺丝盒了 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它可以实现无限叠加 也就是说您可以无限的将这个盒子进行叠加 然后使用这个卡扣来进行固定 我们来打开第一层来看一下这个螺丝收纳盒 比如我们买的小部件 我们将这些零件倒在这个盒子里面 然后将这个上面的这些型号给它剪下来 再给用胶水给它粘在上面 这每一个盒子都是可以螺动的 它是模块化设计的 而且这个盒子打印的成本是非常低的 它是很薄的一层 打印速度坏 打印的材料轻 非常适合我们 现在我们再来开第二层 来看一下第二层 无论是长螺丝 短螺丝 各种零部件全都可以塞在里面 而且最主要有这种标识 拿取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个倾斜角度 也非常好拿取 它真的非常省材料 像我手上这一大盒 材料的成本是不会超过5元钱的 这样绝对比9块9包邮的盒子更加的划算 而且这个小盒子就算用坏了 用脏了 我们随手扔掉也不心同 盒子的密封性 也比这种年价盒子要更加的好 我会将这个模型的图纸发到评论区 感谢作者的制作 好的作品就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好了 这些本视频的全部都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